今年的ET各股推介是月秀地產123 簡選原因是港股昨天優市 外圍股市大幅做好、行指或短線反彈 先望重上17,400點水平 焦點股可以留言內房 9月份內房銷售跌幅收窄 內地近日推出多個措施去支持樓市 銀十銷售旺季來臨 房企積極推盤 內房股短線回升 基本面較強價國企內房例如月秀地產 預計會持續跑營同業 比較主要房企的財務狀況 截至6月底居於三條紅線 即剔除預售款後的資產負債率不得大於70% 淨負債率不得大於100% 以及現金短債比不少於一倍 六檔房企包括月秀地產、中海外和華潤置地 以及萬科、龍湖、中國金貿等 銷售方面 今年1至9月份 月秀地產合約銷售額按年上升12% 表現大幅跑贏同業平均按年跌43% 月秀地產年初至今遠駐上升軌向上發展 9月份股價創11.2新高後 見莫利回套 星期一收報是9.97元 以日線圖分析 前一個成交物集區支撐位是10元附近 策略上 短期如果能夠穩守10元關 可以在水平附近投入 目標看11元 跌穿上升軌約9元就適宜止虧了